在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创业园区里 一辆小小的蓝色配送车在路面上行驶着 这是一个物流配送机器人 能够实现最后一公里的无人送货 他的其中一位创始人便是31岁的李兴隆 李兴隆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2016年他和学长一起来到北京 创立了一个科技公司专注研发配送机器人 当记者问他为何要北上时 他笑道这个问题他已听到过无数次 我每次听到这个问题 我都是我只能就把那问题重复一遍 就是为什么不来 对就为什么不会来 因为其实这边坦白说机会非常多 我们只要有一个比较扎实的产品 排量的客户真的是铺天盖地来找我们 或许正是因为机遇无穷 李兴隆发现北京的创业竞争非常激烈 为了从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 他也经历了一番摸索 计算机专业出身的他本就对机器人兴趣浓厚 而最终决定做配送机器人 则是受到了淘宝启发 经过三年的努力 如今李兴隆的科技公司已有50余位员工 客户也有50多家 其中甚至还有海外客户 我们基本上是出口 定制了全新的产品 然后客户是在国外的 他就是全球去找一些产品 也包括了我们竞标的产品 然后他就说 这个是我以前从没想过这么好的效果 事业之外 李兴隆也渐渐喜欢上了北京的生活 他说北京的可爱之处除了机遇 还有文化和便利的生活 我们有故宫 有颐和院 有强城 然后我们有一个打车的远站 我们有电子支付 可能未来我们甚至可以刷脸就可以支付 我觉得这种体验是在全球都是领先的 科技的发展 便捷的生活 让南北方的文化差异也在逐渐消弭 作为香港人 李兴隆并未感到饮食上有任何不习惯 我真的是在手机远站上点 很新鲜的食材就值得可能一个小时之内 送到我家门口 然后比如说我要买一些什么别的一些香港的调味料 我可以在淘宝上能买到 李兴隆说 他不愿意给自己设限 他认为香港同胞都应该多走出去看一看 才能知道哪里最适合自己 我鼓励我们香港同胞就是到处去看看 我们去内地看一下 我们去国外看一下 然后如果有哪个地方 你觉得最适合你去工作或创业的话 就选择那个地方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请不吝点赞订阅